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地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T VPN 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T 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 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挺好用的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有一宗在香港沒有人留意的毫不起眼新聞 我看到獨立媒體有一個報道 雖然毫不起眼,毫不起眼的意思就是大家不會很關心 也不會很多人看的 但我認為都是相當重要的 也反映了香港目前的處境 話說在中環有一間快餐店 我也不知道中環有一間叫樓梯街的地方 快餐店是很小的,叫輝王快餐店 有一個很窄的門口 跟香港很多快餐店很像 可能桌子要放到外面,椅子要放到外面 旁邊有一幅牆 有一幅牆,有一幅畫作 有一個畫家可以這麼說 有些插畫那些 在牆那裡畫了幾個公仔 很長歷史的 已經是超過十年的時間 那公仔是怎樣的呢? 有三個公仔 一個公仔就好像是一個 我不知道是兔還是什麼 的動物 三個公仔都是在吃麵的 我想就是這個快餐店買點麵 有一個兔 有一個女人 也有一個男人 他們三個人的造型都不同 但是大家都有相同的裝扮 那個兔子,那個女人,那個男人都有相同的裝扮 除了大家一起吃麵之外 都是戴著一個黃色的頭盔 可以叫做地盤那種的安全帽 那麼 那麼說這件來做什麼呢? 那麼這個輝煌快餐店呢 就在他的Facebook那裡呢 就貼了一個這樣的貼文 它就說政府呢 曾經派員到店舖視察 指外牆的圖案 涉嫌違反國安法 要強行遊走那個畫作 那麼這個輝煌快餐店的東主呢 我估計的老闆就說 牆上的圖案呢 十幾年前已經存在的了 就變成一棵灰色的牆 就變成一棵灰色的牆 油了去的了 灰藍色的牆 那麼這個東主呢 就負責人就向這個讀媒 對樂媒體表示 他說呢 在八月初的時候就收到民政署的電話通知 他說餐廳門口位置的畫作呢 已經違反了國安法了 真是無怨忽界 那哪一根東西違反國安法呢 真是不知道 要求盡快逃去 但是呢 但是呢 當時民政署職員呢 沒有提及 這個違反國安法的 具體條文和原因 那麼 這位接受訪問的黃小姐 這個負責人呢 就說可能就是 在附近警察巡的時候 發現到 這幾個公仔呢 就戴著黃色的安全帽 是不是意識形態有點像之前呢 運動時候的那些人這樣呢 可能那些警察看完之後 覺得不舒服 那麼跟著呢 就收到幾天 通知幾天呢 就民政署主動派人來 將這個畫作逃去 在逃去之前呢 就要求他們 簽紙同意 簽紙相關文件 就就是這個 表示同意 那麼這個畫作是 什麼人做的呢 那麼這個畫作呢 就是 畫名AB小姐的 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是2013年的作品來的 他們的靈感呢 是來自附近的地盤工人 那麼大家知道地盤呢 進去的 所有的人呢 都要戴著個黃色頭盔的嘛 其實呢 跟構思和政治意識 是完全無關的 那麼B小姐就說呢 為什麼要無緣無故要搞一幅已經存在了十年的畫呢 他說香港就是藝術創作的空間已經大大收窄的了 我們呢 差不多畫了十年一直都沒事 大家都認為這間快餐店在外面那個油畫是沒有東西的 是一個可以說是一個地標來的 不過呢 現在創作空間已經是少了了 那麼就 這兩位 畫作的這個創作人呢都說 在想著有什麼新的構思呢 那麼當然 畫被人塗了的你可以再畫過的 那麼很多人呢就想適是寧人 你看你不要畫他 你戴頭盔就行了 那麼我就想問 戴黃色頭盔 坐在那裡吃麵 十年前2013年的作品 跟2019年呢就已經相差很長的時間 是那個寧今是來自附近的地盤工人的 那麼有哪一塊是違反國安法呢 民政署就說這個違反國安法 於是派人來游了他 我想問 香港就有沒有法律可言的呢 為什麼 難道那個快餐店要申請禁制令嗎 是不是啊 你說喂 你怎麼可以抗衡他 喂 誰有錢去申請禁制令 我想申請禁制令有機會贏 沒理由無緣無故被人游了去 是不是啊 但是 窮不與富敵 負不與官僧嘛 是不是啊 政府說什麼 那你又沒有辦法 在今天是不是啊 他是就是 官字兩個口 不單止嘛 要槍有槍有炮有炮 要法律有法律的嘛 那麼你怎麼跟他抗衡呢 如果 黃色頭盔的畫作是違反國安法 那麼你去地盤呢 所有那些工人戴著黃色頭盔呢 或者所有的安全帽啊 都會出事的 都會違反國安法的 那麼我看完這些新聞呢 我的感覺是什麼呢 那麼當然 除了生氣之外 就是覺得可笑啦 那麼也都覺得也是這麼說的 又是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因為 今時今日的香港 什麼也不會發生呢 就是這個政府官員就說 很多時啊 是用這個藝術作品 是用來掩藏去違反國安法的 那麼所以呢 所有的藝術作品呢 他都可能要驗屍這麼嚴 看得到啦 電影創作 就有電影條例已經改了啦 就說就不能夠 不可以的 不理國安啦 不理國安 不是違反國安 是吧 有一個鏡頭 只不過可能是四分一秒而已 有一些示威的標語在這裡 都要剪出去 要不然呢 就不讓你公開放映 那麼你 做這個電影創作的時候 即是你如果不同的那個 即是時代緊構的話呢 這個電影創作呢 是不會 是不會是 是 令到深入民心的 不會是別人喜歡看的 那就是講風花雪咯 那所以香港的導演 即是這個大導演 杜奇峰說得很對 是吧 獨裁者首先要對付的 就是電影 因為電影是代表了 這個觀眾的心聲的 那就是說呢 即是你不講觀眾的心聲 那你就可能沒事了 就是風花雪月 這個就是 這個鬼神啊 又或者什麼英雄人物啊 那就沒事了 或者是主傳的電影就沒事了 那不單只是電影的嘛 書籍呢 書籍也要下架了 那就是 有些是在 公開了很久的畫作 譬如是阿濤這樣 畫作仍然存在啊 在戶外 但是那個作者簡介呢 就已經是生了去了 又是變了日明 即是你看到很多這些藝術的作品呢 在香港呢 都用這一樣 要不就自我審查 要不就說你是違反什麼法律呢 我覺得 置無溪就是這個 我覺得 置無溪就是這個 完全跟2019年的運動 一點關係都沒有 是2013年畫的東西 因為有個黃色的頭盔 黃色的安全帽 都要將你刪除了 因為可能警察看不過眼 一投訴就將你刪除了 大家不要以為 啊沒有啊 適事令人就沒事了 就說過別的東西了 其實就是 每一天失去一些 每一天失去一些 本來香港真的是 有些人說我不搞政治 就是有些東西你看一點點 就是有些東西你看一點點 就會看到全部 如果 連一幅畫作都容不下 那你不要說什麼 國殤子柱啊 尊子漫畫啊 又或者落架的書啊 將來一路發展下去 大家覺得 沒有所謂啦 繼續被這樣做的時候呢 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呢 現在已經有很多人說沒有了 其實他是自己搞死自己的 我剛才說 是資訊自由 是新聞自由 一個地方 如果沒有了表達自由 創作自由 資訊自由 新聞自由 他絕對不能夠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我只是說賺錢而已 他自己搞死了 現在很明顯就是 是用很多的政策 大家各自在這裡搞 中國就自己搞死自己的經濟 香港就自己搞死自己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那現在香港自己搞死了呢 本來呢 以前 即是當中國 譬如你說在 五零年代韓戰的時候也好 又或者是文革的時候也好 香港是為中國 即是一個透氣的窗口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到今時今日 中國自己覺得成功了 我們不需要靠香港了 其實 他搞死香港 即是等於搞死中國 現在每一天 政府官員做的事呢 就是將香港的核心價值 剝下一件 剝下一件 扔下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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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令到香港 變成淪為一個中國普通的城市 這樣 香港死了 中國自然會死的 過去那幾十年 香港都是 扮演中國救命草的角色 現在中國現在又難了 香港也都是一沉不起了 這樣 怎樣救中國呢 有些人說 不是 中國救了香港啊 中國的樣子都是比香港先進很多 救回香港 這些東西是看不到 香港在中國發展的歷史意義 這一點呢 無論是香港的官員 或者是大陸的官員 完全是短時沒有長遠的眼光 也沒有歷史的眼光 的一種看法來的 你不要以為快餐店外面 這一幅畫 只不過是一個小事 一個毫不起眼的新聞 其實也反映到香港 這種沉淪的狀態呢 是永遠都回不了頭 好了 談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的悲藏 繼續支持我的深圳 我的頻道 多謝你收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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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